我和她在一起快两年了 发现她的脾气吧 还是从来没有改变过 还是一言不合的 就对我冷暴力 她总是说我冷暴力 可是从来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冷暴力 总是一直说我脾气不好 可从来不问我 为什么会对她发脾气 她说她没有安全感 我把我身边所有的异性 都断了联系 而且在文人处事上面 她真的是特别幼稚 已经两年了 她身上的毛病 还是没有改变过 从一开始的虚寒未暖 到现在的不理不睬 她累我也累 这样的感情 还有必要走下去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于先生 22岁来自山东 实习配音助理 女嘉宾张宇 23岁来自山东 实习人士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主任好 谈了两年恋爱了是吧 对 你是觉得她冷暴力是吧 不是 我觉得她冷暴力 对吧 对 然后你觉得她不关心你是吧 所以俩人来这了是吧 这一次节目是我要求来的 主要是我们俩谈了两年了吧 然后她这个脾气 是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一生气 就一言不合 冷暴力 有一次 我朋友来 我说 那大家伙一会儿 出去吃个饭呗 介绍认识认识 吃饭的时候 我不知道她跟我说了什么话 然后我没理她 因为当时太突如聊天了 然后紧性地把头一转 我怎么哄哄不好 然后我朋友也看出来了 到后来 我朋友和我一块哄 然后还是哄不好 就是她始终不愿意和我说话 为啥不愿意跟人说话 她光说我冷暴力 她怎么不说 我为什么对她冷暴力 你为什么对她冷暴力 我给她打电话 我这边没说完话 就扣我电话 经常这样 隔天谁不生气 她说这个扣电话 我是在出差的时候 然后因为坐火车嘛 然后当时我正在那儿检票 她一个电话给我打过来了 说我有什么事 要不然一会儿再说 然后我直接给她挂了 然后她就说 我挂了电话 郭先生 你这次是在检票 那后边那几次呢 就这一次又解释 后边都不解释了 她现在就觉得挂我电话 就是理所当然的 就说习惯了 你跟谁谁都受不了 我给她发微信 不管给她发几条 她就不回 然后一旦不回就算了 她还在朋友圈 发自己自拍 然后还给人点赞 你说你能看见别人 都看不见我的呀 不是 我不是做配音的吗 我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 信号肯定是不好的 有时候可能说 我发张自拍照 但是我当时是在配音 那个棚里的发的时候 信号不好 然后我出去上个售索的时间 她可能就发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的 我就感觉她开了 你也别解释了 你不想回就是不想回 你别说那么多理由 不是 我现在感觉的是 我们俩现在信任度没有了 怎么跟谢任车上关系了呢 因为当时我也是带她出去玩嘛 然后把她介绍给我朋友认识 一开始我很信任她 我说那我手机密码什么 我都跟你说 然后我指纹也是让她录上的 然后她都有 然后我出去上了厕所的块 回来看到 我现在发我手机 你说你看我手机 可以啊 你像我们样看 但是你这背后的看我手机 那看了是不是不尊重我呀 你这让我真的感觉心里可难受了 看完以后什么事都没有 不就好了吗 但是我就是感觉 这就是不信任我 那你跟她说嘛 你看到什么了吗 有什么吗 不是因为当时 就是都是她朋友嘛 然后我手机没有电 她可以为我们俩充电 我拿手机一直玩游戏 她玩游戏不需要微信登录嘛 然后正好她那朋友来消息了 正好我也认识了 我就顺着手帮她回了 然后也不是说什么不相信她 然后看她 你凭什么回人手机的微信呢 因为只是一个 这不对吧 就是一个简单问候 她又问她在哪 然后我们在KTV 我就该回她在KTV 那也不该你回吧 这不太对吧 你说看就看吧 所以主持人你知道 我这个时候 我真的是都不争气了 还有一次 在我朋友家里 也是我当时是有两块手机 又买了一块手机 然后那天晚上呢 我和我朋友到玩游戏 然后我是用了那块新手机 然后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我说那我把这个手机 这么一下微信吧 结果登上的时候 发现密码不对 密码就给我改了 然后我问她 她还不承认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改 你说我有什么想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从来不知道用那个 就是短信验证码 她就是改那个微信密码 因为 对 因为当时就是 你还是登了呀 就是登录游戏 她不需要微信登录嘛 就是她在那 跟她朋友玩的挺热乎的 我也不好地打扰她 我就直接登上 然后我就顺手玩游戏 但是我刚把那个 短信验证码刚收到 她又拿手机接电话 然后我们就走了 后来这个事就忘了 她第二天她直接质问我 我从来不知道 短信验证码 她就是那个微信 就是改密码这个事 然后她又直接跟我吵 就是男生认为 是你刻意改了 她的微信密码 对 她现在就是 你的解释是没有 你们俩就为这个事较真 是这意思吗 对